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1.4 就是我们 拿这个Android的 这个例子 来观摩观摩 这个怎么把 这个UI 的这个对象 来做分文别类 那这个部分呢 不是我们要来分 因为一开始呢 我们就 还是观摩一下 这个Android既有的 这个UI的对象 然后 来看看观摩他 怎么来做 这个classification 怎么做分文别类 OK Android包含很多的对象 那他把这个对象吗 分文别类 然后将 这么多的这个对象呢 竟然有序的 把它组织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 就说明了 软件开发呢 就是在 这个设计 类别 再来组织类别 再来安排 这个类别呢 在执行过程当中 所诞生的物件 或者是对象 他的 他的这个互动 的关系 我再说明一遍 就是说 我们软件的开发者呢 其实都是 在这个 安排 设计 类别 然后安排 类别之间的 这种组织 接下来 在这个电脑执行的时候 那么电脑会 拿这个类别呢 去产生对象 然后呢 这个依照我们所安排的 这个对象的一种互动 来执行 那这就叫做 叫做 我们的 软件 或者代码在执行 电脑来 产生对象 来实现 这个对象之间 的这种互动 这种互动 那这个对象之间的互动呢 我们事先的 在我们代码里头呢 已经把它 系数完毕了 这样子 只是有电脑 在执行的时刻 才真正的 来产生 执行 呈现 这些 对象的互动 OK 那我们现在 就从我们 眼睛看得到的 这个UI 这一个部分 来说明 那你会更 熟悉 这个对象 以及 分文别类 的这种意义 OK 好那我们现在看Android 在这一个 UI上面 在Android UI上面呢 他建立出这样的一个 类别体系 叫class的 Hierarchy 最上面的最高的负类 就叫 Object 底下呢 有一个负类 叫做View 叫做View OK 然后这个View的负类又分成TextView ImageView 还有ViewGroup 这几个 还有 这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还有好多个 或者是几其中 的 例子而已 这还有很多个负类 OK 那Android的 这个UI 的这个空间 就是这些的 对象 那么呈现在UI上面 就是这些 这些对象本身是存在 这个电脑的 内存里头 那 UI所看到的 就是这个对象的 一种外貌 一种外貌 也就是 那么看成是 一个人在房子里头 那么 你从窗外看 看到这个人的影子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真正的对象 是在 房间里头 那么 在这个 窗户上面 所看到的 只是他的影子 这个叫做View 好了OK 因为你是透过这个View 去看到 那个 房间里头的那个对象 OK 所以呢 看你有人是看到说 UI上面 看到的那个 那个外貌 就叫做对象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是 从你的不同角度来看的 OK 所以呢 这 从 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就称为 叫做空间 OK 其实他就是 在我看起来呢 他就是我们真实的 这个UI对象的一种 外貌 一种长相而已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用来显示这个数据的 就是 在UI上面 看到的那一个 外貌 他是可以显示出 数据影像 或是相关的信息 所以我们称为 叫做 式框 OK 所以人们通常会将他分 分别类 就是人也会把这个 UI上面的 这空间分文别类 所以分成叫 ImageView TextView ViewGroup 等不同的 的种类 也就说在Android里头呢 ImageView TextView ViewGroup 等等都是 一种 View 都是 AKO 所以呢 他就是 负质的关系 就是 AKO A就是继承的关系 就是继承的关系 OK 再呼吸一次 这就是 Inheritance的关系 Inherit 或者是 Extend 扣充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共同的 这个负类 叫做View 在Android里头呢 最上层的负类 叫做Object 那View是 Object的子类 就像 这个图所显示的 OK 如果ImageView呢 像一盏小灯 那么ViewGroup就像 很多小灯组合而成的 一种大灯 OK 一盏大灯 所以无论小灯或大灯 都可以成为 一种灯 OK 这个我们 到那个 下一个回合呢 谈这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我们现在 先 这一个 谈 这一个继承的关系 OK 刚刚我们有谈过 这个有两种关系 一种叫做 继承 一种叫做 这个组合 的这种 类的关系 那这个是指后者 就是指这组合的关系 就是 这个大灯 然后呢 包含这个小灯 那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车子 包含人 是一样的 大灯跟小灯 这包含车子跟人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先看到 这个子类 Image Text View View Group 之后 才发现共同的 负类 这我们就称为叫 抽象 抽象 抽象的英文叫 Attration 叫做抽象 就是 看到 不同的事物 然后呢 抽出 共同的现象 这叫做抽象 就是看到一群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抽象出 他共同的 现象 包括共同的结构 包括共同的行为 那称为叫做抽象 那在OOP里头呢 给一个特别的名称叫 Generalization 就是叫一般化 一般化 一般化 就是有共同的部分 把它 抽出来 把它提升到 负类 这个动作 称为叫做 一般化 就是Generalization 人们除了 这个 抽象 的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 往向分类的能力 就是我们刚刚 是看到 这几个不一样的东西 把它抽出共同的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 再把它细分 就称为叫做 具象化 或者称为 叫做特殊化 特殊化是跟这个一般化是 相对的 迹象化呢 是跟抽象化 是相对的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呢 抽象化 又称为一般化 那么 迹象化 又称为特殊化 是因为人们 兼记有这两种天赋的能力 所以我们常常会同时 应用这两项能力 所以例如呢 Android的 团队 就应用这天赋的能力 对于View 进行了 一般化以及特殊化 形成一个更大的 一个类别的体系 在这里 所以这就 一个 从这边是一般来讲是先看到这个 然后呢 再往上抽象化 然后再往下 迹象化 就变成 这么大的一个Android的 Ui 就是Android UI Ui 的这一个 这一个class Hierarchic OK 这类别的 继承体系 类别继承体系 OK 那么这个 抽象跟具象的动作 就是 一般化跟特殊化的动作 都是基于这个 抽象者的特定的视点 的这个视角而定的 那 由于人的观点不同 他所 是 有不同的 这个抽象者呢 所设计出来的类别呢 经常是不一样的 就类别体系 类别体系 就是每个人的 观点不同 或者呢 是不同的抽象者 因为不同的抽象者呢 他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抽出来的 这个类别体系呢 经常是不一样的 例如呢 上图只是Android的这个版本的类别体系 未来的版本呢 可以基于不同的视角 而以这个上图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 因人的视角而变 所以他会一直的改变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对象的组合 就叫聚合关系 聚合关系 那对象 主要是有他的整体跟部分关系 这是我们 在聚合关系里头最重要的 整体跟部分 这对象之间的常证的关系有许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whole part 就整体部分关系 像一朵花 这朵花呢 它有花蕊 有花瓣 有春月 所构成的 那么这一朵花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对象 一个object 但是它是有很多 小部分所构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whole 花蕊 华瓣等就是这一个整体的part 整体的part 例如说一部汽车 含有四个引擎 四个引擎 不是一个引擎 加四个轮胎 这里是指对象哦 这是对象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写代码的时候不能产生对象 因为我们写代码还是写类 然后是等到电脑在执行的时候 然后才会拿我们类会产生代码 对不对 所以真正 一部汽车这个对象 是我们在写 代码的时候还没有出现 我们只是出现在类 所以我们在类里头要去说明 让这个电脑 在执行的时间 它会创建一个汽车 也会创建一个引擎 也会创建四个轮胎 而且会把它组合起来 OK 从这 这对象的结构可以发现 两个类 就是引擎跟 轮胎 发现这两个类 它的类的关系呢 是什么呢 类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的关系 它是 一部汽车 会有一个引擎 四个轮胎 用这样表示 那引擎呢 是轮胎的 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英文叫做 A part of 叫做APO 所以轮胎是汽车的一部分 所以汽车 是整体 汽车后 引擎跟轮胎 都是part OK 那这里头呢 用菱形 来表示 这是一种hold part的关系 也就是常见的 整体部分关系 例如说 灯泡里头有灯芯 灯帽 还有玻璃球 那书本呢 有 目录 有内容 这都是part 电脑里头呢 含有 屏幕 键盘 内存器 磁盘等等 那这个都是 一个 的hold 这是整体 这是部分 所以在短键设计的时候也 经常依据这样的结构 来组织这个 类别呢 还有对象 例如在这个程序中我们可以定义汽车 引擎轮胎 三种这个类别 那hold part的关系呢 又可分为两种 OK 我们就是 有汽车来看 对不对 或者是有例子来看 部分对象 的个数是确定的 例如说 一辆汽车 含有一个方向盘 这个一首歌曲呢 有一个歌名 一只青蛙 有四条腿 在这种情况下 可视为呢 这一个 一种 一种特例 就是不变 就是 他的这个 对象 hold part呢 里头呢 这个P P这个对象的个数是确定的 一种是 个数的 个数是可变的 比如说 一个学生的成绩单 上面有各科的成绩 那有时候你 这个学期修三科 有时候下去修两科 这是不一定的 那一个人有两只眼睛 这是固定的 一个人有两条腿 两条手 两只手 那这是固定的 OK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hold part 那hold part 就整体部分的关系 那整体部分的关系 可以内含 更小的 整体部分的关系 那允许呢 叫做多层几的 一个hold part的关系 所以这种我们称为叫做 多层几的hold part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 在上一个小朋友看到叫多层几的 继承关系 有没有 这样子 继承下来继承下来 这叫多层几的继承关系 他是 负类子类 负类子类 那叫多层几的继承关系 那么这里还有叫多层几的hold part的关系 比如说 这个 一个书包 这是书包 对不对 那里头一个便当盒 对不对 那里有一个铅笔盒 所以书包 大包小 书包 这是指对象 这个对象里头书包的对象 可以包含了一个铅笔盒对象 可以包含一个便当 可以包含一个便当 可能可以包含两个便当 对不对 这叫做hold part的关系 好再来 这个便当里头呢 又包括有两样东西 一种样是饭 一种样是菜 有没有 所以呢 这叫做书包 跟便当是一个层级 便当跟 菜 饭又是一个层级 这叫做多层级的hold part的体系 例如呢 树 树叶 是树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但是 树叶呢 又是整体 又是一个整体 就是 这一个一棵树 比如说一棵树 那他有很多树叶 他有很多树叶 一棵树还有很多树叶 那这个 相对上 这个树是整体 树 树叶是part 好再来树叶里头会有很多叶利树啊 叶麦啊 所以这整个 叶子又是一个hold 里头又是part 那这个就称为 叫做 整体部分关系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棵树 包含 这菱形就是包含 叶子跟树枝 树叶呢又包含的 叶麦 跟月利树 所以呢 这叫多层次的 多层级的 hold part的关系 OK 并不复杂 对不对 好 那么在 企业这里头呢 最典型的叫做 VOM 就物料表 物料表呢 也展现出来 一个 多层级的关系 像车前灯 包括灯泡 还有灯灶 再来 灯泡呢 又分 内部呢又包括了灯身 跟灯帽 灯身里头又包括了灯芯 跟玻璃壳 那这叫做 梦表 那也就是 就叫做 整体 跟 part的一个 多层级的 hold part的关系 乍看之下 这是很复杂的 但是 其实也并不复杂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这些对象 可以角色为 分成两种 两种 OK 那 一种呢 就是 白色的对象 他不具有后 只有part的角色 这叫基本组件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部分 就是 他本身 就是一个part而已 那像这个呢 是后 对象 是后 就是对底下 是后 对上 是part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灯泡 对象 是后 对上呢 是part 这个就是双重身份 既是人家的儿子 也是人家的 爸爸 既是人家的女儿 也是人家的妈妈 这就是 这个hold part的 这一个比较特别的 他是 hold and part hold and part 就是在 这多层级的 这一个 hold part体系 就会遇到 这样的现象 那这一个 我们如果 没有 这一个 只是一个part的角色 只有part的角色 我们就称为leaf 或者是 primitive的component 那如果说 他又是 啊 这个既有后的角色 又是既有part的角色 我们就称为叫做composite component composite 就是 他有很多小孩的 有很多小孩 因此呢 我们只需要 两个类而已 就是说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即使呢 面对 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 一个 梦表 复杂的一个 这个 对象的结构 就是大包小 我们在 在设计软件的时候呢 只要设计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hold part 这个 这个部分就是hold 然后呢 加上 间记这个part 这样子 然后呢 这菱形就放在这里 这表示呢 这个composite 可以包含 所有的component 那这个component 你要分成两类 leaf跟composite 所以这两类都会继承这个关系下来 所以这两类都可以被包含在composite里头 所以呢 composite可以包含composite 在这里 composite 灰色的就是composite composite可以包含composite 也可以包含leaf 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OK 所以 composite呢 可以包含component 那component又分两类 所以呢 他可以包含composite 也可以包含leaf OK 这就是composite composite 那这个是一个很惯用的手艺 所以呢 在gamma的这本书里头把他 入味用常用的 一个叫做pattern 模式或者是样式 那这叫做 gamma的composite的样式 这种的pattern呢 建议有 我们 应该定义 add remove get child 三个基本 可互写的函数 就是说 这几个 抽象函数呢 或者是可互写的 就可以被 这边的重新定义 那这样就可以 做更好的 处理了 所以 专家们就把它 看成是一种pattern 那 这意味着 人们都 认为最理想的一个表达方式 最理想的表达方式 OK 好那 这一个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我另外文课 叫做 Android 的 设计招式之美 那这本书呢 你可以 来 我有更详细的 说明 这个composite的pattern 我再说明一遍 在我有另外一个姐妹课程 就是免费的 免费的 就是Android的 设计招式之美 设计招式之美 这个免费的课程 20小时 欢迎你来试听 你来试听 OK 那这个 在下面的讲义里头 我会把这个网址给你 OK 会把这个网址给你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到我的 伯克园的 这个 网页 就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了 OK 好那我们 这个 在下一个回合呢 我们就准备 进入 这一个 在Android里头 实际看 Android的聚合 就说在刚刚 我们已经看过了Android的继承 的一个体系 也看过了多层的继承体系 那么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Android的聚合 的关系 的概念 那我们在下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就把集中精神 放在这个 来观摩Android的View对象 的这个聚合关系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